为寂寞的夜空划上一个月亮 把我划在那月亮下面歌唱 为冷静的房子划上一身大床 再划上一张床 划一个姑娘陪着我 再划个花边的被窝 划上糟糯与柴火 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 划一群鸟儿围着我 在花上绿林和青坡 花上宁静与香河 雨点在岛天上飘落 花上有你能用手出道的彩虹 花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 花上弯曲无尽平等的小路 金斗的人家梦一如 花上母亲安详的姿势 还有橡皮能擦去的整纸 花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 有限的人从没心事 花上小浅滚 花上色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我没有擦去正常的香皮 只有一只画着孤独的笔 那夜空的月不再亮 只有个犹豫的孩子在唱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 只有一只画着孤独的笔 正如刘花老师所说 这句词成了这首歌的点睛之笔 这首赵雷的画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雷子用画的形式把他理想中的生活呈现了出来 非常的精妙 我觉得已经不只是听觉上的感受了 在唱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视觉上的感受 这就是这首歌所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 包括节奏型 感觉很像雷鬼 但是又加了赵雷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非常独特 我也特别欣赏歌中的这份自由和洒脱 今天是七夕 在这里呢 祝大家节日快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全公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关注 三连支持一下 我是紫衣 再会